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俄罗斯他们之间其实这个已经形成了一种这个核军备竞赛的态势 那么去年呢我们知道这个五合国其实他们之间已达成了一个共识 就是说核战争是不能打的 那么这样一个共识呢其实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这个积极的作用啊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实际上美国在过去多次的这个非常重要的 比如说核安全态势评估报告啊 包括这个相关的这个国家战略安全文件当中啊 依然还是强调比如说这个要重回这个大国竞争时代 包括要进一步的这个强调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作用 包括给它的这个核武库的这个现代化 投入这个巨大的这个资金的支持 这些实际上都是不利于应该说全球的这个战略稳定和管控核安全风险的 所以在我觉得核风险变得越来越紧迫的问题 不是一个数量的问题而他们的质量一直在一直在发展 新型的技术也是会影响到这个领域 包括人工智能啊会推动原来已经拥有的这些武器 人为控制的这一方面不强 然后就是你刚才提到那个人工智能啊 所有的这些方面 如果人不能控制这些恐怕那个那个那个时空或者不见空的那个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大 那是我令我我本人最最担心的一个未来 前几年我们觉得那个核武器啊是跟冷战跟二战相联系的是吧 跟冷战后这个形势呢好像渐渐的远去了 但是这几年呢你发现它有点回潮 因为核武器呢是大杀器嘛 因为核武器它巨大的破坏力 而且是核整个这个军控机制 核裁军机制 核部扩散机制呢是越来越弱 这是大家担心的 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呢 有可能会出现核失控 所以最后呢最后最后受害的 那是整个人类 那么我希望呢也是这些国家 尤其是这个核大国 能够肩负起这个维护世界和平的这样一个责任 尤其在维护全球战略安全稳定方面呢 那么响应比如说中方 已经在五合国范围内提出的 比如说尽快这个谈判 并缔结关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这样一个条款 那么我认为这是非常有助于维护 当前整个的国际核安全 与全球战略稳定秩序 我觉得世界主要国家 尤其是有核国家 更应该加强对话 加强和解 加强对新兴领域的一些规则上的制定 然后去消除隐藏的核安全风险 我觉得它是我们的财势 是在我们的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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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管理性的危险 管理性的危险 管理性的危险 使用核武器 和在关系的防御防疫 尤其是 我会弄成一个很强烈的 则去尽快 尤其是美国 和中国 去复制 一些危险的危险 世界上 现在是 正在 不仅仅 管理性的危险 这可能会 在自己的关系 但是 而是 可以制作证 解离 授买 和 中等 更遭到 原盒 国人 主持人 他们 身不合理 国人 团 、「虐' 摩訪 录 终 继续 继继续 继继续 继续 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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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继继继绩